事實上一百一十年的全國運動會即將在新北市登場 延續冬奧熱 今年全運會會受到更多的關注 起跑前的聖火傳遞更是首創了網路鐵路 還有公路三路傳遞 邀請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事實上在這東京奧運當中 有傑出表現的臺灣蝶王冠宏 也會首次擔任火之手要來傳遞聖火 新北市長侯友宜和新內藝術家李欣 一起揭開今年全運會的聖火劇 宣告全運會進入倒數 今年的火劇造型以足為靈感 取其寓意 節節高升 期望參加的選手都能突破自我 延續東京奧運熱潮 今年全運會將有不少大家熟悉的選手參加 像是臺灣蝶王冠宏不只擔任 臺北站公路的傳遞手 也將在全運會上挑戰自己記錄 我的目前狀況已經調整到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了 對 其實已經回到奧運前的一個水準 然後因為其實全運會算是我比了蠻多項目的 然後個人有七項 對 所以不只碟四 其實就是有參賽 然後就是一個蠻艱辛的一個比賽 所以就是好好準備 希望可以表現出自己最好的成績 聖火象徵光明 勇敢以及團結 隨著聖火劇亮相 展現的不只是運動員 堅毅不勞的精神 全國觀眾的加油聲也能為他們創造更好成績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ã 善罪 記者綜合 辯